我們現在來看一些立體跟練習 這個第一個立體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三代的實驗 就是那個放個東西讓它生鏽 然後呢 觀察一段時間問你 下列迅速何者是錯的 誰是錯的 這些迅速誰是錯的 我們跟你說過了 第一代 第一代那個做蠟燭燃燒的 跟二、三代做那個 鋼絲絨生鏽的 基本上都同一個結果 就是水面會上升 原因就是空氣中有成分被用掉 因為燃燒用掉了 因為生鏽用掉 所以呢 鋼絲絨生鏽消耗了一些東西 然後所以呢 水面就會上升 然後我們說 考試就說上升五分之一 所以我們做這個結果 那麼 鋼絲絨本來是鐵 然後呢 會變成氧化鐵 所以顏色呢 會改變 然後呢 本來只有鐵 後來加了氧 所以呢 質量會增加 所以這些敘述都是對的 但是 我們跟你說過了 那個實驗只能夠知道說 至少有兩種成分 一種成分與燃燒及生鏽有關 一種成分與燃燒及生鏽無關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你用掉的是氧 你不知道你剩下的是氮 你也不知道它只有兩種東西 至少有兩種東西 所以呢 它問我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出 OK嗎 很好 這個是第二代的實驗 第二代的實驗 也是一樣 問你下列敘述 何者是錯的 誰是錯的 哪個敘述是錯的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明明 明明 明 誰是錯的 A B C 誰是錯的 不知道 傻笑 微笑 請坐 不知道誰是錯的 答案 因為有生鏽有東西被用掉 所以呢 空氣就減少 所以水面就上升 所以A跟C是對的 然後呢 是鐵跟氧作用會生鏽 所以B也是對的 除了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你只知道有東西生鏽有關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玩意兒 所以你不知道它產生的是氧 何況 氧也不是含量最多的 所以它鐵定是錯的 它鐵定是錯的 所以這是練習一 這個就是第二代的實驗 這個圖就是類似學測考過的圖 告訴你這個實驗的步驟這樣做 然後做完之後 水面會往上罵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問你 這個 實驗的結果可以告訴你什麼事情 實驗的結果可以告訴你什麼事情 OK 實驗的結果可以告訴你什麼事情 哪一個 我要找女生 李敏軒 哪一個 你也不曉得我們班是神勇啊 蛤 東問一個不知道 西問一個還是不知道 果然前途無量 不曉得喔 李敏軒 答案 不知道 請坐 剛剛跟你講 那三代實驗 第一代鐵蠟燭 二三代去生鏽 然後都是跟空氣的氧作用 某種成分作用 然後消耗掉 然後呢 水面就會上升 所以 共同實驗就這樣 所以答案就選擇的是B 最後是根據我們曾經做過那三代的實驗 告訴你那個實驗會有什麼結果 能夠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所問的問題 應該很簡單 OK嗎 OK 很好 OK